金華火腿鮑汁腐鼻卷 這個名字很駕駛 哇 煮到湯很棒 早成是個鯪魚肉 在我們面前煮的 儀式感都很好 炆油皮是一件很難做的事 炸醬蠔 炸炸芥蘭 炸炸味 很多大卡位 縮盤棋 它有個明星牆 大部分英王的明星都來過 早晨 我們今天是珠海的下午 今天就會回香港 我們找到一間很特別的順德菜 叫豬肉蠔 名字是超好記的 它裏面不是普通的茶樓 它會有裝修 又有一個水池的景點 你可以吃完飯就在那裡走 而且它好像起了一個購物房 很多綠油油的感覺 還有好像有斜坡走上山 藍車的 對 這裡是景點 以前都是旅行 然後這裡好像吃遺餐 看到綠色的那裡嗎 是甚麼來的 不是滑下來的那些 我知道 但這是甚麼景點 多謝每一位觀眾 已經過了6000訂閱 記得訂閱、留言、讚好 在馬鈴鐺小鈴鐺 有新別出來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豬海區 其實這裡 大重點是4.1顆星 這裡就說吃個豬肚湯 我們一會都會吃的 這裡比較有名的吃這些 進來又是另一個世界 感覺上我就覺得 這裡會很花錢去裝修 進來會感覺不同 好了來到豬肉婆裡面 我整間都超多東西打卡 我已經買了三個 只是外面拍了 現在開餐了 看看皮多薄 還有看到裡面的料 粥料的一個餃 有雲耳 馬蹄 蝦餃 皮也是薄的 薄過昨天吃的蝦餃 好了吃到腸粉 好滑 牛肉腸粉 牛肉腸粉是很滑的 我夾上來都差點滑手 這是黑松露卷 黑松露味不算出 但很足料 我吃了很多菇 牛肉球不是用腐皮包 下面會有很多木耳 牛肉的味道很適合 感覺上不是香港劫湯 應該混淡了 金華火腿包汁腐皮卷 這個名字很駕駛 做得漂亮的 平時的腐皮卷 有些粒粒粒 它完全沒有粒粒粒 有菇有木耳有蝦 我吃到的 還有它不是偏濃的味道 為大家介紹這個醬 這個辣醬 每人一碟 賣38元一瓶 它辣就不是很辣 但有好東西的味道 有些鹹鮮的 不辣 即是辣是BB那種辣 喝一下它的豬肚湯 好滑 豬肚湯很棒 因為那些是舒服的胡椒粉 有時候是太重 豬肚味很滑 好潤厚 好嫩 好嫩 嗯 味道很棒 整個豬肚 那是煲湯的豬肚 很軟 有些黏黏的 好像在吃牛筋 有些骨膠原味 因為味道都放在湯裡 又點了 辣椒豬肚 現在吃煎藥三寶 青椒 青椒很好吃 它不會太苦 還有鯪魚肉煎得很脆 是金黃色 沒有焦 沒有焦 觀眾 這個魚餅很好吃 這個是榨魚餅 淡淡肉 它實在會彈牙 沒有骨 有些鯪魚肉 有些碎骨 煎得很香脆 我覺得它控制火候很好 煎藥三寶裡面的蓮藥 很脆 不會有很多渣 熟的蓮藥 因為吃的蓮藥 很硬很難照 這個是三個之中 我覺得最油的 蓮藥吸了些油 它都控制火候很好 不會焦 有個金黃色 香的 三個之中 最好吃的是鯪魚肉 好 其中一個器肉 就是它的大量炒鮮奶 大家看看B-roll 在我們面前煮的 還有它儀式感都很好 因為廚師煮之前 會補所有材料 跟我們講解 你現在會做什麼 有些什麼料 炒的時候 因為我在拍影片 都會介紹我現在會做什麼 因為落單的時候 它就說 炒鮮奶是鹹的 不是鹹到 像平時我們吃主菜那種鹹 有些甜味 但甜味是很淡的甜味 有點難煮的 鮮奶 現在吃下去 它的皮 它側邊是有一點實實 但外面是滑滑的 我看過煮的時候是用中火 嘩 其中一個順德的名菜 就是它的 湖製油皮 聞起來是很香的 我覺得有點像蠔油的物體 味道 我經常聽到 炒油皮是很麻煩 很難煮的事 其實應該是 你煮到油皮 這麼軟 這麼滑 很入味 很高 跟其他菜相比 這個是偏鹹 這個不是我們平常喝茶吃的油脂皮 它就沒有蝦 蝦子 不濃的 好 繼續吃它的 啾啾芽 這個芥末 在碟完上來的時候 就會在我們面前炒一下炒一下 啾啾芽 芥末不老 自達甜味 有點鹹香味 它已經燒了很久 所以已經沒有油了 好開啾啾味 好了 最後一個甜品 是加上香皮奶 還有一個圓滿的Envic 這個香皮奶 捨得冷沒有熱 我想平常有的 但今天 點兒的時候 可以捨得冷 還有它有碗數的限制 我們點兒的時候 只有14碗剩 它不算很甜 牛奶味味 很濃的 挺好吃的 甜甜的 清涼的 冷冰冰的 因為現在是1點半 這裡2點就會休過午時 即是茶市 去到晚上6點半再開晚市 好 現在先做work up 豬肉婆這裡真的很推薦大家來 這裡其實一來到兩個字很大 很新的 因為問了試應 這裡開了一年度 而且大家吃飽 我千萬不要走 因為周圍有很多山山水水 裡面的裝修有很多大卡位 它有個明星牆 即大部分英王的明星都來過 這裡的食物很多都推薦 這是很精緻的點心 皮很薄 而且很足料 味道不太鹹 主菜 五個菜 每樣東西都好吃 豬肚湯大胎 一定要喝 它有小和大 我們五個人就要一個大的一中的份量 吃完湯渣豬肚 先要三寶 喜歡它的鯪魚 柳枝皮一絕 柳枝皮難做 入味的 不夾 大涼茶牛奶 我覺得是最高潮位 對我來說 有一堂東西在我們旁邊煮 可以拍照片 拍照片 每一個視影 在慢慢三四張台 所以是勤力快的 而且很自動來 例如說悶茶 是好的 聰明 地方夠大 我們是拿著行李來吃 都可以 吃飽飽 吃飽飽 就和大家逛逛豬肉棚外面的周圍 這裡 其實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就有一張點心紙 那張點心紙 就可以在不同的櫃檯上 你吃什麼就要跟它下單 因為這裡是其中一個檔 那邊就有煲仔飯和燒尾 剛才大家看B-roll 都認了我 有趣 我覺得這裡好像大排檔 就像這個Food Court 拿著那張東西去玩 我有東西買 山曬意紅皮 有沒有說錯 800元一斤 這些 買到明明超貴 不知道多久 吃家人的 咦?真的嗎? 哇 沒吃過瓜子素 我也沒吃過 可以買 陳皮花生 吃完東西出來吃 去Tropic 你看這些 1998年的陳皮 你看看 這陳皮好像紅酒一樣 看得越來越棒 嗯 即是有粒鹹蛋 我長洲吃過了 很鹹的 我跟妳說 超齊的 感覺上 梳汗的感覺 我都入了 宜昌大廈 裡面是VIP廳 可以坐12個偏廳 即是一個VIP廳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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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盤棋 它固定了 這個都是PROPSY來的 但是呢 會有一班叔叔跟我一起圍爐 在這裡捉盤棋的 即是說壁畫都是老中國扣上海邊 中國游政的游箱 另外一個我們在小熊書見到的打卡位 就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這裡就是 有些錦尼在下面 有很多錦尼 有很多錦尼 第一次來珠海拍貨 希望這四十三夜 觀眾有些 insight 還有你聽到之後 可以跟我去吃 有些伏的餐廳就不要去 有些好吃的 一起試一下 如果大家來珠海 有些什麼好玩好吃的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記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Follow他Facebook IG 看看他的生活日常 下星期開始 我就逢星期三出片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